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繼續同大家更新一下香港哪個方面的疫情資訊。 香港食物協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於今日20日在電台節目說,現在正在研究如何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。 他說現在香港每日有幾千宗確診,可以想像到街上有幾多傳播鏈,所以絕對無條件放鬆社交距離措施。 他又說,由內地來到香港多名流行病學專家分享內地抗疫成功經驗和指導,可以令香港更有效更精準地做病學調查。 這裏他說的收緊社交距離即是甚麼意思呢? 是否即是說你由原本的限聚令,兩個人就變成只有一個人,即是無存在限聚,兩個都不給你聚。 但大家都知道香港那邊的人口是有幾麽密集的,無論你是等地鐵、排隊、等巴士、坐小巴,基本上都是坐滿人的。 是否連這些點都要收緊呢?但我想反問,地鐵可以怎樣做限聚呢?等地鐵的同時又可以怎樣做限聚呢? 你是無辦法的,你是一度下班上班時間就已經是迫爆的,所以這點我不明白它會怎樣做一個處理。 而另外,我們再看下深圳方面的疫情資訊。深圳市亦有爆發疫情,多區亦有發現偷渡人員是呈陽性病例。 所以,深圳福田橋鄉社區有向那裡的居民發了一個公告就說,如果是舉報非法入境人員,最高就可以獎勵到20萬。 那怎樣才可以獲得到這20萬呢?即是說你的舉報是可以手獲到一手的交通工具就有20萬。 另外,一名的蛇頭就有5萬。查獲到一名的偷渡者就每個給你2萬。 另外,如果你是可以發現到這個紅馬健康者,每一個亦都可以付500元給你的。 即是說現在大陸你凡是與沿海地區相關的,都已經是開始出這個懸紅去給你舉報非法入境。 即是說現在他好擔心有黑工,他是這樣回到大陸跟他播毒。 這點不難理解,因為香港那裡疫情已經每日數以千計,這些黑工確診回去的機率其實是好高。 如果是因為你的地方出了一個這樣的事情,令到疫情確散的話,相信你是難此其咎。 所以對他來說,他寧願是出懸紅。為何說出懸紅呢? 因為出懸紅的成本是低於做一個全民核酸檢測,甚至不要說全民核酸檢測。 只是做這個叫做經濟方面的損失,都會是少很多。 你看下,出了這樣的懸紅,我相信是好大程度,是有好多市民會自發性去找這些人。 另外,找這些人之外,亦都會令到想偷渡的人,就不會那麼膽膽、猖狂、明目張膽去做這件事。 好了,今集的資訊同大家看到這裏。 你們覺得香港方面的社交距離還可以再怎樣收緊呢? 是否地鐵都要限人數呢? 還是公共交通工具有辦法控制到人流呢? 另外,你們對懸紅這件事又有甚麼看法呢?歡迎在下方留言。 今集我們就先到這裏,我們下集再見吧! 拜拜!